水泥和混凝土是一样的东西吗? 很多人都这么想,但其实完全不同 一分半,让我们搞懂真正的差别 水泥是一种细灰粉末 由石灰石、黏土和矿物制成 经过高温烧之后磨成粉 这是我们所说的水泥 没错,水泥只是黏住剂 它不是成品 现在先看混凝土真正的建筑材料 混凝土是水泥、沙子、碎石和水的混合物 混合后,水泥与水产生水化作用 把所有材料粘合在一起 形成坚硬耐久的结构 我们的道路、建筑、桥梁全都靠它 所以你看到的路面 其实是混凝土,不是水泥 这样记,最简单 水泥像面粉,混凝土像面团 烘烤时使用面团,而不是使用面粉 水泥也是一样 它只是混凝土中的一种成分 常见错误 很多人说,我要铺水泥车道 其实,他们是在铺混凝土 水泥只占10%到15% 它是把一切粘起来的胶水 现在,我们总结一下 水泥是粘柱季 混凝土是建材 水泥造混凝土 混凝土盖是建 现在你懂了吧 下次有人说,水泥露台 你就可以微笑说 你是说混凝土吧 请按赞 订阅万物解码 有更多精彩内容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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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